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一起看的是 My First Discoveries Human Life 這一套科普的膠片書 它也是同時是點讀書 難得看到有點讀的科普書 它是同時有英文的點讀 然後還搭配了中文的情境 就是劇場式的情境說明 所以不管是喜歡中文 或者是英文 習慣用中文或英文的家長 都可以很開心地跟小朋友 一起共讀這一套科普書 那身為一個文組媽媽 我要承認我自己在閱讀上面 是很偏實的 我常常在跟小朋友共讀的時候 我會很傾向去選擇 故事性的或文學性的 或者是圖片很美的這種書 這種科普啊 常識啊 或者是自然科學上面的書 我常常都會覺得有點苦惱 就是我到底要給小朋友看哪一類的 或者是我要怎麼跟他解釋 就是回答他的十萬個為什麼 之前一直有給他們看一些像 A SPORN 出版社 英國這方面真的他們非常的擅長 就是創造各種很精心製作 內容很圖文都敏茂的 也這樣的科普書 那同樣這個 Moonlight Publishing 它也是英國的獨立出版社 它旗下最知名的就是這個 My First Discovery 系列 那這系列呢 它總共已經暢銷了50多個國家 那翻譯成30幾種語言 台灣的清零出版社和台灣的Kidsry點讀筆 他們攜手合作 一起引進了這一套 My First Discovery 的點讀書 他們一起製作 所以呢 這點讀書呢 它不只是可以點讀英文 它也加上了中文的劇場式的解說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套是有多精彩 My First Discovery 它這第一套 叫做 Human Life 它總共有六個書目 Homes 家 還有 Water 水 Earth and Sky 地球與天空 還有 Plants 飛機 Trains 車 還有 Inside the Body 就是人體的奧秘 那這些書呢都是跟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主題 之後呢他們也有計劃再推出 可能是今年年底左右 會再推出一些其他的第二套和第三套 那第二套呢它的主題就是 Plants and Insects 植物與昆蟲 第三套是 Amazing Animals 奇妙的動物味 那我們今天看的是這第一套 Human Life 人類生活 就是打頭陣的第一套 也是我覺得非常精彩的一套 那今天就帶來看一下它的內容 那它這一套的特色呢 它是外面都是這個金裝藝葉 裡面呢是這些這種線圈書 然後也是稍微有點異葉紙質的 那它適合大概是四到十二歲都非常的適合 有不同階段 可以有不同的閱讀方式 那它另一個特色呢是這套書 它都是有膠片來製造它這閱讀的趣味 比如說像今天這一個叫做Home的 它是指人類各種不同的家 那它這個膠片呢 這一頁你可以看到它是外面是一個大樓 那翻過來呢 它就是這個大樓它的裡面的剖面 像像這樣子 像這邊一個畫一個設計圖 那翻過來呢就是蓋好的房子 所以就是比較低齡的小朋友 他也可以從就是翻閱中 這些膠片中得到一些樂趣 它的正面反面都是不太一樣的 那每幾頁都有一個這樣子的膠片 像這個艾斯基魔人的Eagle 翻過來它Eagle裡面是這樣 那我們再來聽聽它的這個英文的點讀的部分 它這個就是Homes 好 那我可以點這邊 像它這個膠片是可以點的喔 它會告訴你這是Apartment Building 它點裡面呢 它會有不同的這個 它點它不同的 Apartment 然後 Tower Blocks 不行 像這樣子 所以它的句子點句子或點圖片 它都是會有聲音的 那我這上面貼了一些小貼紙 又是什麼東西呢 這它每一本呢 它都會附了像這樣子的貼紙 然後呢 它的貼紙呢 就是就有編號的這個 1234 我放在葉角的這個 是這樣子 1234 那它分別的是這個 每一個中文故事的情境故事貼紙 像我現在點這邊 真的啦 哦 王叔叔好厲害喔 畫好設計圖就可以蓋房子了 沒那麼容易喔 要先得到營建術的許可證以後 再把設計圖給營造商 營造商再根據設計圖來施工 房子很快就可以蓋好了喔 建築師還要先和土地測量人員 營造商決定使用哪種材料 對像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它的英文的部分可能是短短的 可是它的中文的情境故事的貼紙 它裡面就可以講很多很多 所以它大概平均每兩頁會有一個這樣子的貼紙 有些是一頁一個 那它這上面有告訴你說要把貼紙要貼在什麼 就是書頁的什麼地方 那另外一個我會看到這個麥克風 還有這個擴音器的這個貼紙呢 它是 就我貼在這裡的 這是看你自己想貼或不想貼都可以 它是用來自己錄音 小朋友自己錄音 然後再回放 所以假如你今天要練習這個英文呢 或者是你想要記錄親子共讀的一些聲音的話 你可以像這邊有 the very first homes were caves prehistoric people found shelter there from bad weather and wild animals 那我可以自己也錄一段 我聽我假如是像哥哥的年紀 我聽了這個之後 我想要練習我的英文的口說 那我就可以按這個錄音鍵 the very first homes were caves prehistoric people found shelter there from bad weather and wild animals 對 就是一個是錄音鍵 一個是播音鍵 那我可以無限次的重複錄音再回放 那它也可以跟之後 自己再跟這個標準的美式英文來比對 就是一個可以練習口說的方式 那假如你不想要貼這些貼紙呢 那你也可以自己把它用在別的地方使用 它這些是附贈的貼紙 原版的這個 my first discovery 系列 它也有出點讀版的一個部分書 可是都這些中文的東西 全部都是清零出版社和Kithridium 讀筆合作 然後它另外附加的 所以反而我假如有些人 它可能之前透過管道 它是直接跟 Moonline Publishing 跨海買了 這個my first discovery系列 它就沒有這麼多豐富的配套 中文相關的配套 或者是錄音相關的配套 好那我再大家 繼續看一下 像這本呢 它這裡面有介紹很豐富的是 想自各國各式各樣的住家 因為它的主題是Home 像印第安人 它會給你看它的帳篷是這樣 然後翻過來呢 誒是這樣 對 它會告訴你這個帳篷叫做TP 那這些是水上的建築 它會告訴你它的家裡 這長什麼樣子 還有露營車很現代的 或者是在船 住在船上的船民 然後甚至太空人在 就是太空裡面的住宅 就是這個太空船 它會給你看 好那你翻過來 是什麼 就是在那個太空船裡面的樣子 它帶大家看看Water Water就是水嘛 就是關於水文的各區各樣的 然後我對 我剛才Wanky跟大家說 假如我想要點這個01 它這個中文情境故事貼紙的01 我通常都會把它放到這一頁 它是會播放它整個故事 所有整套裡面 就是整本裡面 它的整個中文情境故事 所以就是有點像一個廣播劇一樣 我們家哥哥他很喜歡聽康萱學習雜誌 這個這樣子的主題曲 小心這個天 阿鈴扎個月 它會學的小種子飛上天 好熱喔 天風扇怎麼吹都不會涼呢 對啊 連冰水喝完了都還是覺得好熱喔 欸 對了 我們去游泳吧 可是 正在缺水 游泳池也沒有開 不能游啦 為什麼會缺水啊 海裡不是有很多水嗎 可是海水又不能喝 也不能用啊 為什麼 唉呦 就是不能用嘛 不要一直問我啦 我也不知道啦 對啦 我們請魔鏡出來就知道啦 而且還可以請他帶我們去找水喔 好我先暫停一下 你就會聽到他其實每一本 經常都會出現的就是他 他有一個大人叫做 他在這裡的角色是魔鏡 他那個兩個小朋友就是小青和阿鈴呢 他們就會代表這些好奇的小朋友問問題 所以他們就會是一個廣播劇的討論形式 前面他通常都很長 那你假如想要一頁一頁點 他也會有一頁這一頁他的說明 沒有水可是個嚴重的問題喔 因為如果沒有水 整個地球將變成一片沙漠 根本不能住人耶 像這樣子 怎麼可以這樣呢 看原本是有水的 沒有水就變成沙漠一樣 也使得生物能夠存活下來 水是活下去一定要有的東西啊 對呀 水真的很重要耶 想想看 只要缺水 那洗東西煮東西都很不方便 嗯 好 就聽到這邊 花園裡都 好然後這本呢 Water 那我也帶大家聽聽他的英文音檔 Water has three different states Water vapor or steam Liquid water and solid water or ice Can you find Liquid water Ice and water vapor in this picture 好那我們找找看 Iceberg 這個呢 Sea 對 Penguins Ship 那我們看到這裡是什麼 Rain 好 像這樣子 Snow 對 它可是各樣東西都有 然後我點每一頁它都會有它的中文的情境故事 好 然後呢這就是Water 我大概講到這裡 因為它很多 然後再來是Earth and Sky Earth and Sky Earth and Sky也是很有趣的 那帶大家看一下 這是 因為有膠片所以看起來就很有意思 它這個山 這樣翻過來就可以看到地層的結構 那這下面呢 是一些地下的地鼠 它的挖洞的聲音 對 岩鼠 對這些田野 它會介紹各式天洋 你看這個田野翻過來 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什麼東西 像這樣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火山 看到它這個火山裡面的結構 然後再來就是 太陽 它是這夜市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它因為這個膠片這樣翻過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一方面可以跟小朋友解釋 這個地球繞著太陽公轉的過程 然後也可以跟它解釋說 為什麼有白天和晚上的差別 因為這一面假如是接近 太陽的話 這邊就會亮對不對 你翻過來的話 這邊換成這一面再亮 有 有Penguin和洛陀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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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 有不同的月像 Waning Crescent Moon What are all these lights twinkling in the night sky Some of them are stars Burning brightly like our sun Jupiter Neptune The sun 這是不是很酷 所以每一個都合一 所以每一個都合一 The little bear 對 它告訴你這個星座 接下來大家看一下 Planes and Trains 這兩本交通工具系列的書 然後它Planes是飛機 那這本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因為它有大量的運用的這個 膠片的這個設計 來透視飛機內部的結構 所以我覺得很精彩 像這邊看一下 這是噴射機 然後它這個讓你看說 你走上這飛機的時候 那你翻到跨一頁是怎麼樣 就立刻看到這個Cockpit裡面 它是有什麼 Cockpit 就是駕駛艙 它給駕駛艙裡面的結構 是怎麼樣 這對小朋友來說是非常精彩的 因為我們一般人 永遠都沒有機會看到駕駛艙的內部 然後再看 往後看 往後看 還有這樣 整個客機 這個Airbus的客機 那我的正面圖是這樣 我翻過來 就會看到 哇它裡面內部 就是介紹這些 然後它除了就是飛機之外 它也介紹了早期的飛行器 比如說熱氣球 然後這裡面有一些很有趣的冷知識啊 像剛開始飛熱氣球的測試的時候 不是人進去測試 而是一隻羊 一隻鴨子 還有一隻雞 他們一起坐這裡 那這個 這是為了要安全 因為那時候還不確定 到底坐上去有沒有危險 所以他們是三個幫忙測試的動物 然後這後面也有各式各樣的熱氣球 然後還有滑翔翼 滑翔翼這一也是很美 可以看到它的正面 還有它的反面 我會喜歡這個利用膠片 還有透視的這個功能 然後再來後面還有這種 Gliders 這也是滑翔機 然後呢 這裡面一定會有很多專有名詞 那大家 就是家長們不用害怕 因為在這本學習手冊裡面 它都有幫你把所有的單字都已經查好了 所以 任何比如說像 Burner 是燃燒器 像是 Propeller Engine 是螺旋漿引擎 這些東西家長都不需要自己很辛苦的去查 我在共讀過程中 或者是 假小朋友大一點 他甚至可以自己對照著看 到底這些是什麼 像Water Bomber 是灑水飛機 我們都不知道吧 然後呢 後面一些片語 他也有整理出來 然後我們在全部讀完之後 假如想要練習對話 他這個 學習手冊裡面也可以練習一個對話練習 這整本書的 這個精髓呢 他整理成一個 情境式的對話 讓你能夠跟小朋友在討論這個東西 所以他要練習對話 或者他想要跟外國朋友討論這些 這書裡面在講什麼 他都可以 從這裡面參考 然後到最後面呢 假如他有一些科學知識 比如科學小學堂 他會告訴你飛機機翼的作用 或者是直升機的原理 熱氣球 升空的原理 引擎的種類 這些都是家長可以做為衍生閱讀 跟小朋友討論的 還有這邊最後一個趣味活動 是DIY降落散 所以他不只讓你動腦 也可以動手 就是可以用耳朵聽 用嘴巴講 然後用眼睛看 還有動手來自己做 我覺得這是完全符合現在教育的Steam Steam的精神 好然後我再看看 這個這本我就先翻到這裡 後面再很快的大家看一下 然後他的內容 都全部是跟飛行有關的主題 然後這水上的 這也很棒 很美 然後這火車的部分 我也很快的帶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開始竟然是用這個牛 野牛 為什麼野牛要一直跑呢 原來是因為當時 當年的蒸汽火車來了 他的音效都做得很棒 他的音效都做得很棒 然後在家裡面玩玩具火車 所以這些也是可以跟他共讀很好的題材 然後他這裡也是很美的 這個蒸汽火車 他告訴你蒸汽火車和我們的小玩具小火車 他運行的原理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現在的火車是用電的火車 又是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各式各樣的列車 還有各國非常有名的一些列車 還有他會告訴你說 想要過海的話要怎麼走 他是從河上走的話他可能是過橋 那要跨海的話要怎麼走 他就會告訴你他在地底挖一個這個隧道 像Eurostar就是這樣子的火車 海底隧道的火車 還有小心感線 最快的火車 還有各個是各樣國家的火車 這本大致講 甚至連鬼屋裡面的這個玩具小火車 Ghost Train 他都有講喔 這一夜其實我們弟弟他也有點害怕 你還發出一些可怕的音效 是不是很生力吸盡呢 好 然後呢 最後我們再看看這一個 這個我們這家兩相弟都非常愛這本 叫做Inside the Body 那這本他的特別之處 他是這六本中唯一有這個手電筒 直至手電筒的這個功能的 所以我們就翻到後面呢 他有一個手電可能原來是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拆下來 他平常收收納的時候 可以直接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他的功能就是 他用這個結合這個膠片的功能 他可以有透視 有點像這個探照燈的這個方式 他這邊有解釋他的功能是什麼 那這一本裡面 我帶大家稍微聽一下 來告訴你五感的差別 還有身體裡面骨骼 加這個像X光一樣這個東西 他這些膠片子都是可以點出聲音來的 然後呢 對假如我假如想要看這個的話 我可以這樣 可以看到身體裡面 那弟弟我們弟弟很喜歡玩這個 那剛剛比較小的小孩 小朋友玩的時候 其實你不要太拘泥於他 一定要讀懂或聽懂這裡面什麼東西 可以就單純的跟他一起玩 然後告訴他說 喔這是身體的什麼部分 因為這都是硬葉的 所以他也是不太怕折損 所以他使用黏線是很長的 這點我也很喜歡 像他這邊呢 他就給你看各式各樣的細胞 他這個在顯微鏡下面 他的什麼狀態 比如說 這是紅血球和白血球 這是毛囊 然後這是肌肉 然後這是骨骼 哇骨骼居然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是金子和卵子 還有這是大腦的 大腦的細胞 然後這裡面一點點 Microscope 他會告訴你自己顯微鏡 皮膚 跟皮膚 跟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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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比如說這一頁 我們弟弟也是很喜歡 他是告訴你說 你的牙齒 不同牙齒的功能 然後會發現說 小朋友在換牙齒的時候 他那個心靈牙齒 從哪裡來的呢 這就是一個正在換牙的小朋友 他的嘴巴裡面這個構造 他的痕齒都躲在上面 其實人一生出來的時候 所有的牙齒都已經長好了 他的牙齒就這樣躲在下面 所以這樣一排哇 看起來 照X1好像怪物一樣 這小朋友很愛這頁 然後呢 我們再看看 他後面還有 想在你腸胃的功能 然後這裡面會有很多 就是對台灣來 一般人來說 可能是有點難的單姿 但是也不用擔心 在這個學習手冊裡面 全部都有這個 智慧片語放大筋 所以我可以聽這個 1 esophagus esophagus 我就可以找到 原來這個是食道的 食道的意思 然後後面是 Liver是肝 Stomach是胃 這些東西 Gall bladder 是膽囊 這邊全部都有血 所以我可以對照 我們翻過來 那這邊他有跟你解釋說 他的身體是怎麼結構 這是寶寶胚胎孕育的過程 他們弟弟很喜歡看這一頁 就是寶寶他在四週大的時候 是這樣 把六週大的時候長這樣 十二週長這樣子 二十週長這樣子 這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 比較低齡的小朋友 可能三歲左右 就可以開始玩這一本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入門 從自己的身體開始認識 然後呢 這邊有寫說 你長的可能是像你爸爸或媽媽 然後可能是有藍眼睛 或者是有什麼顏色的頭髮 就是在講遺傳 然後這裡呢 在講說你睡覺的時候 會有夢境 所以這些都是夢境裡的東西 可能有鬼啊 可能有仙子啊 可能有可愛的喜歡的玩具啊 飛鳥啊 各式各樣的 Girl Teddy Bear Light When you go to sleep your body takes a rest but the brain is still busy that's why you have dreams 好 他這邊呢 他就是講各式各樣不同膚色的人 然後 這都是 我們 但是我們大家都是人類這樣 然後面他這裡有找找看 他說這些東西是 呃 我們這本書裡面的一些 小的細節 你可不可以用自己的這個放大幾指 那個手電筒來找到呢 所以跟小朋友玩的話 這一本 你可以當作找找書來玩 在前面的這些圖裡面 你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好 那這本我就先稍微分享到這邊 所以就是一共這六本 我覺得這六本呢 都是 他屬於不是那種 第一眼看到就覺得 哇好驚奇好美好厲害的一本書 可是都是 內容你會仔細看 他都是非常精心製作 而且非常耐讀的 他的使用年限也很長 從大概三歲的小朋友 他可以當作進葉書來共讀之外 到了國小 高中高年級 甚至可能國中的小朋友 他可能這裡面很多單字 像我們家的人 可能都不會 都可以用這個機會來一起學習 那我覺得這本 他這個學習手冊 正做的也是 呃非常的豐富 然後 他延伸的各式各樣的知識 也是很多人都不會的 我們家哥哥 他自己在吃飯的時候 他常常都會放一本 這樣子 拿一本 然後他昨天就是拿了一本 這個 train 他就放到這邊 然後吃飯 因為這是印頁的嘛 所以他很方便 他就放這個中文的 呃 中文部分的這個 情境故事 他就像康萱學習雜誌這樣 這樣一直聽聽聽 吃完他就聽完一本 然後聽完一本 再換下一本這樣 我覺得這是很 沒有壓力的學習方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來嘗試閱讀這本書 好 那就先介紹到這邊 拜拜囉